这个视频我来讲讲空间向量的线性运算 你已经学过平面向量 就是这种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线段 在空间中它就是空间向量 可以用向量A表示或者向量AB 和平面向量一样 向量的膜就是向量长度 如果膜为0就是0向量 如果两个向量方向相同或者方向相反 就是共线向量 也叫平行向量 记作向量C平行向量D 向量M平行向量N 而0向量和任意向量都是共线的 不仅这些概念和平面向量一样 运算其实也是一样的 先看加减法 同样是三角形法则和平行四边形法则 比如平行六面体中 要算向量AA一撇 加向量D一撇C一撇 它两不在一个平面内 所以先把这个向量平移到这 就转化为它两向夹 根据三角形法则 就等于向量AB一撇 像这样 两个向量不在一个平面内 你就先平移到一个平面内再向夹 再比如向量AA一撇 加向量AB加向量AD又等于啥呢 先看向量AA一撇 加向量AB 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 就等于向量AB一撇 把它再加上向量AD 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 就等于AC一撇搞定 再来看个减法的 比如向量AA一撇 减向量AB 方法也不变 减向量AB 就看成加上向量BA 它两相加 就等于向量BA一撇 除了这些加减法 还有数乘向量也是一样的 以至向量A 那两倍的向量A 方向和向量A相同 长度是A的两倍 而-三倍的向量A 方向则相反 长度是A的三倍 总之 这些都是咱学过的 接下来做个复杂点的题吧 先画出图 这是矩形ABCD PA垂直面ABCD G为三角形PAC的重心 要求的是三分之一乘向量AB 加向量AD加向量AP 咱一步步来 先算向量AB加AD 显然等于向量AC 把它再加上向量AP 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 就等于向量AE 这三个相加得向量AE 别忘了还得成个三分之一 所以接下来 找出三分之一向量AE 等于啥就行 不难发现 其实就是AG 咱来证明一下 首先AF显然是三角形PAC的中线 那肯定过G这个重心 根据重心的性质 向量AG就等于三分之二向量AF 而AF又是AE的一半 所以把向量AF写成二分之一向量AE 两个二约掉 就得三分之一向量AE 向量AG等于三分之一AE 也就是向量AG等于这个式子 搞定 解决这道题 关键就是利用重心的性质 向量AG等于三分之二AF 也就是三分之一AE 好了 以上就是空间向量的线性运算 和平面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就讲到这 赶紧刷题去吧